8月份他賺了700多億 9月份虧700多億 這裡面整體來講的話 大概 你這數字有沒有 整體數字來講的話 我們的投資報酬率收益率 大概百分之0.0幾 跟大盤來比大盤是2點多 所以差非常非常多 這裡面剛好就爆出這個 這個遊信的一個長官 一個組長 一個組長 其實他算中階的官員 他來講的話 一個月大概10來萬左右 可是他從過去的8年 他每個月的刷卡紀錄 15萬到20萬 然後他的存款有900萬 我們要看一看 是不是他家裡人 他老婆很會賺錢 他老婆好像也不是 所以主要收入是靠他 他一個月10萬塊 他如果不吃不喝 8年也就800萬對不對 你怎麼樣 他有辦法存這麼多錢 刷卡刷這麼多 這裡面當然就有問題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出了問題 出了問題 所以他接受到 有個集團的這個 賄賂 對 賄賂 款待持高檔的一個餐 然後整個來講的話 就檢調是介入調查 所以這個案子 現在目前是正在 這個查的當中 是 這個案子在查的當中 是不是只有這一個人 這個遊組長 有問題 還是說其實裡頭 幾乎 暖尿尿 不知道 爛掉 不知道 只是知道說 有揪出來一個人 內神通外鬼 可能跟外面的人 有這個 這個金錢上面的收售 或幹嘛 那他的這個金錢的存款 還有這個收支都很離譜 那我們的這個連政局 或者是我們的一些這個 基金 所謂的勞動機器群 都沒有人發現異狀嗎 現在已經整整8年9年了 才發生這樣的這個 可能有瑕疵嗎 到底怎麼回事 我覺得這個事情很詭異 為什麼 因為一個公務員 我們都知道 公務員的收入 大概就定在那邊 那個都是死人 因為公務員又不能兼差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他的收入跟職務不相稱 是很明顯 馬上就會知道 我相信他周邊的人 一定有感覺 那他周邊的人 包括他的長官 他的同事 都沒有人感覺嗎 這個人常常在吃好料 這個人常常開名車 這個人去買一些 跟他職務不相稱的 這些財產的時候 都沒有人有警覺心 我覺得很怪 這真的只是 這一個人的問題嗎 還是根本是一個 共犯結構 因為你要知道 以他這樣的一個層級的主管 他能夠去動用 這麼多的資金 這是非常詭異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會讓我覺得說 是不是上面有人在罩他 是不是這根本 整個是一個共犯結構 是不是很多人 大家一起在去弄這個事情 他只是中間 背景的這一個人而已 是 不過 對不起 我們的勞動基金 這麼大一筆錢 不可能只有一個人 可以自首遮天嗎 不太可能 而且我知道的 好像是交由專業的人來操作 而且不是只有一家公司 我想問一下委員 到底是怎麼操作的 他這裡面來講 他上面有個管理委員會 然後在底下還有一個類似 類似我們講比較俗話 就是一個潮盤的 一個類似一個委員會 一樣 他們裡面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 我記得我當立委這段時間 我們去看過 他們的一個情況 他們說對於每一個人 他們要求嚴格 講是這樣講 可是為什麼會 這麼大的糠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奇怪 這一定是一個集體共犯 才會這樣子 然後離譜的是 整個來講 這個勞動基金 他講勞動 事實上就是有六大基金 新制的勞退 就職的勞退 勞保 以及保險等等的 全部加起來這麼大 四兆多 四兆多 一%的話就是400多億 所以這個錢是非常大的 一筆錢 這麼大筆的錢 你來操的話 一般來說的話 按照相關的規定 他有的是一個小組在操 有一部分 他會委託給外面的通信來操 所以這裡面來說的話 會不會 會不會 他這裡面就是內神通外鬼 一起來大家 一起拉抬這個股票 或者是 其實他股票比例沒有很多 他一般都是買一些定存 買一些基金 買一些權證 可以看他原來就是 這是勞工的血汗錢 主要是退休用的 他保險用的 希望能夠盡量 把他的這種風險降到最低 可是我們看到說 你看8月份跟9月份 8月之前是賺700多億 9月份賺700多億 這東西大家老百姓的 這個很畫然 相差來回是1000多億 這麼多的錢 這個東西怎麼會這個樣子 到現在為止的話 勞動部沒有給社會交代 是 徐秘春還講說 這個資金或者是操作 本來就有賺有賠 大家不要大金小塊 可是真的不大金小塊 怎麼行 這麼一大筆錢是你我 大家所有的錢 另外你知道我們的勞動基金 現在有可能要破產的 政府可能到2026就要破產 你一方面去給我虧錢 變敗家資 一方面又叫我錢多小一點 因為我要破產的 這個人民怎麼可能會服 不可能會服的 我覺得這一陣子 一些1450 一些綠營的網軍側翼 一直在操作什麼 你看台灣股市這麼好 大家都在賺錢 只有你們這些不努力工作 或是不懂股票的 你們才會虧錢賺不到錢 眼紅才會羨慕別人 那現在最懂的 我們自己政府的操盤手 一樣可以操到一大虎 如虧的一屁股 那所以第一個 股市有賺有賠是真的 我跟你講就算是政府 一樣會賠錢 那第二個 剛剛我覺得賴委員 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正常來說 政府不會去做一些 很投機的股票的操作 因為這很危險 那到時候賠誰要擔這個責任 所以大部分會選 比較穩健的股票去選擇 那為什麼會在一個月 兩個月之內波動這麼大 他到底是投資了哪些股票 那為什麼會要去投資這些股票 這中間到底是誰做的決策 難道他們這些人 在操盤的時候 上面都沒有人在監管的嗎 都沒有人在看說 你為什麼要買這支 為什麼不買那支 為什麼你去搶這種短利的目的 到底是什麼呢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 正常的情況下 應該不至於出現這樣的狀況 那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可能就是上面有人在指示 你這時候要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他指示中間一個 負責執行的人 那後面這些人要去追出來 可是我比較悲觀的說 過去我們不是沒有發生過類似的事 到最後大部分就是當事人 負責扛起來 因為他只要扛起來之後 這後面牽涉的利益 可能是幾十上百億 他扛起來之後 他去蹲了幾年 後來這個錢大家就分了 就沒事了 我怕他會變成下一個定義名 他可能只是一個帶罪羔羊嗎 我們先來看看 在這一次除了由組長之外 檢調還抓到了一些人 這是業者叫做這個建商變成的 一個股市的大突嬰 或者是一個大的一個商人 寶家集團 寶家集團的董事長叫做林承海 這位先生這個董事長 林承董事長還是林董事長 應該是林董事長 他其實在業界蠻有名的 他過去是從房地產起家 然後大量推案 我們待會可以看到他推了多少案 在北台灣可以說是第一名 他銷價競爭 所以很多人都說很尷尬 他的品質可能也有人說有瑕疵 另外他最近常常做的一些事情 包括了為什麼會說他突嬰 為什麼會說他狙擊一些 所謂的金融業 傳產業 以及甚至是不是要 侵吞我們的勞動基金 因為他做事快很準 好像在做一個股市 或者是市場資金上的 突嬰的行動 對 因為他本來就是一個 很有爭議的人物 甚至謝金河曾經講過說 你為什麼不去做巴菲特 要去做一個突嬰呢 這樣不是很難看嗎 但是我覺得這個還需要問嗎 因為突嬰更好賺 更快賺錢 他顯然就是當初以房地產起家 那事後就是以房地產為基準 去想辦法去借錢 然後想辦法去弄這些資金來炒作 那問題來了 問題是保家到底跟政府有什麼關係 因為如果他跟政府 完全沒有關係的話 一個私人企業可以去影響到 政府的勞動基金的投資嗎 這不太可能的事情 那他為什麼要請政府 負責操盤的人吃飯呢 那現在人家知道就是 保家跟誰有關係 跟廖山昌有關係 那廖山昌是誰呢 就是之前 明明他有很多爭議 然後結果他蘇貞昌一直立保他 一定要讓他留下來的 這樣的一個人 那這個人留下來之後 他現在又跟保家之間 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那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那廖山昌是不是一直就是 是某人的白手套 他負責在中間聯繫運作 然後由這些突嬰負責去啃食 啃食之後 到最後虧的是誰的錢 現在不是說 他去聚集另外某一個企業 去虧錢 他聚集的是全台灣 每一個人的錢 我們的血汗錢 我們萬一將來沒有辦法退休 拿不到錢 就是這筆錢被人家吃走了 那誰在吃這筆錢 誰可能會吃到這筆錢呢 我覺得如果不是非常瞭解政府運作 不是有辦法去給他們施壓的人 恐怕是沒有辦法這樣做 那現在看起來跟蘇貞昌之間 恐怕是有連續的關係 所以這個非常神秘的保家集團 我們說他神秘是 我們一般大眾可能很少聽到 他是建商起家 我們剛剛已經介紹過了 他手上的資金高達千億在運作 在股市裡面喊殺喊禁喊出 那另外我們剛剛講到 他狙擊了金融業 傳產業 現在在狙擊我們的血汗錢 也就是勞動基金 那他背後的把股這麼硬 到底是為什麼呢 因為他政商打點的人脈 據說很厲害 包括了大家知道 蔡總統在2020年的 監察院的政治獻金報告裡頭 他前五大政治獻金來源 都是建商 因為大家知道台灣建商非常有錢 其中保家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大家就點出來了 蔡總統 你的政治獻金 你的大金主 講白了就是大金主 是保家 對 其實我們一直覺得很奇怪 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他對推動囤房稅是不予餘利 他一直說要打房… 一直在指責馬英九不打房 可是等他們自己執政之後 現在完全變了 包括我們的花敬群 次長突然跳出來說 打房 囤房稅 根本都是不對的 這根本跟民進黨過去 是完全相反的 那為什麼呢 那現在看起來真相大白 因為你的五大政治獻金來源 全部都是建商 那你當然要保住建商 所以才會告訴我們一個很奇怪的 現在突然之間 房地產又變成經濟的火車頭 在衝了 所以這個非常詭異 我覺得第一個 蔡總統你是不是要自信一下 你跟保家政策到底是什麼關係 人家我們都知道這些人 他會去做這些政治獻金 絕對不是因為 我贊同他的政治理念 我覺得他好棒棒 所以人家一定是有目的的 那他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他有要求你做什麼事情嗎 那同樣蘇貞昌院長 你過去一直這麼立保廖燦昌 那這個廖燦昌現在被查出來 跟保家之間關係很深 那你跟廖燦昌之間 到底什麼關係 因為你立保的人就一直在出包 那他一直在出包 你還要一直立保他 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嗎 所以你看起來 國家最重要的兩個人 一個總統 一個行政院長 居然都跟這件案子 可以扯得上關係 那你覺得 這個我們還能夠相信政府 單純去處理這件事情嗎 我覺得相關檢調單位 要加緊腳步趕快介入了 是要問一下委員 委員長期在財政委員會 到底這個保家的鎮上關係 怎麼會這麼好 他是金吞蠶食嗎 還是長遠的布局 在藍綠據說都有 兩個方面應該都有 金吞燦昌食長期布局 應該都有 我們來看到剛剛提到的廖燦昌 他是因為慶富汗下台的 然後突然 這個蘇貞昌上台以後 沒多久 突然這個夜夜風高 一夕之間換了好幾個 這個要董總 其中一個就是廖燦昌 廖燦昌是因為慶富汗 下台了 結果又被重用回來當董事長 另外一家的關谷航庫的董事長 後來當然是最近出問題 遠航的事情就出問題了 這樣一個這麼有爭議的人 為什麼他重用他 沒有任何理由 他突然就換了四個到五個董總 這個大家外界一陣話欄 然後說廖燦燦不是有問題嗎 結果蘇貞昌對這個問題 而且他獨排眾議 他一直不回答 而且後來查了才知道說廖燦昌後來去當保家的顧問 是 那這裡面顧問是好聽了 其實就是門審 那就是他的關係 那這個廖燦昌裡面都是號稱藍綠都吃 藍軍執政他也是高位 綠軍執政他也是高位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夜路走多了 也碰到鬼 也被抓起來了 不過夜路走多會碰到鬼 這個勞動基金的錢現在大虧 而且如果是真的就是自然操作 虧了就算了 現在傳出來有這麼多骯髒的事情 人民其實是很憤怒的